从来就没有人会真正关心她 更不会有人愿意为她 做哪怕一丁点的事 她可能不知道 她看到她对宁温叔 发自内心的关心时 她有多羡慕宁温叔 宁妙微求之不得 立即拎着石河点头就往外跑 走的时候还不忘道 王爷早点休息 我先回房了 玉锦绣知道说这话 并没有一份关心她的意思 不过是随口说一句罢了 房门被关上 屋子里的烛光晃了晃 被风吹灭了几根 光线顿时就暗了下来 玉锦绣一个人站在房间里 只觉得整个人 似乎都要被孤寂淹没 也许像她这样的人 这一辈子 都不会有人把她放在心上 宁妙微从朝会阁里 出来的时候 伸手轻拍了一下胸口 她最后红着眼睛 说话的时候 真的是太吓人了 双二从书后走出来 满脸吃惊 王妃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呢 诶 石河怎么也拎回来了呢 宁妙微对双二做了个一 古奶奶 求你了 你明知道你家主子不待见我 就尽量减少我出现在她面前的频率吧 王妃别气馁 这一次王爷把你赶出来 很可能是因为 这些点心不合她胃口 下次我问清楚纪大人 你呀 认真的做一家王爷爱吃的点心 你一定能让王爷发现你的好的 宁妙微发现自己和双二说话 完全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这事还解释不清楚了 她深深地看了双二一眼 双二拿起一个点心尝了一口 挺甜的 王爷怎么就不喜欢呢 我被赶出来 和这些点心就没关系 重点是我这个人不对 她讨厌我 如果是赵半衍去给她送点心 估计再难吃她都会留下 王妃别灰心呀 赵姑娘现在正病得厉害 你呀 就该趁这个机会 一举得到王爷的心 宁妙微觉得自己和双二 已经是没法沟通了 送给双二一副 生无可恋的表情 就直接回了唱一格 第二天一早 纪雪峰过来找宁妙微 端午节快到了 王府里也需要准备一些 过节的东西了 玉锦修回京城的时间短 这算是她回京后 过的第一个端午节 纪雪峰就想着要操办一下 便去向玉锦修请示 却被玉锦修打发来找宁妙微 用玉锦修的话来说就是 宁妙微现在顶着陈王妃的名号 那就得做一些陈王妃该做的事情啊 宁妙微对这座王府 一点归属感都没有 听纪雪峰来问她这件事 她还觉得有些稀奇 她一点都不想为 陈王府的事情费心 再知道这是玉锦修 让纪雪峰来问的 她就觉得这事一定有陷阱 她立即伸手按着太阳穴 哎呀 我头疼 身子不好 实在是没精力操持这些事情 还请纪大人多多费心 纪雪峰才一走 她就乐颠颠地 上双耳把琴搬了出来 再精神百倍地跑到小厨房 去捣腾吃的 纪雪峰看到这一幕 不由地叹了口气 她知道玉锦修愿意 让宁妙威操持端午节的事情 就是承认了她王妃的身份 可是现在看她这副样子 却完全没有半点这方面的觉悟 近来玉锦修对宁妙威 态度的改变 怕是看在眼中的 但是宁妙威对玉锦修 似乎再也没有出嫁之前的热络了 她隐约觉得以后 这两人的关系 怕是得调换过来 她在想想玉锦修的性格 就忍不住常常叹了一口气 只是端午节的事情 还是需要操板 她便把宁妙威的回复 回给了玉锦修 王府离大理寺并不远 这会儿玉锦修还没有去大理寺当职 她听到纪雪峰的话后 冷冷一笑 什么都没说 就去了大理寺 纪雪峰一看到玉锦修这态度 已经不知道要怎么操持端午节的事情了 结果玉锦修半下午就回了王府 直接打断失心和给宁妙威的课 她沉声道 张公主身体不适 王祖母让你去给她瞧瞧 王祖母让你去给宁妙威的课